知读论曰 为摄像谷求慧 得慧言不见众生 静灭一意象 学历诸诸 不受一切法 智慧自内灭 使明慧言 在制度论上说得好 为什么求慧言呢 为摄像 摄像是什么 一切法的真相 是是真实 慧言能见是像 没有慧言 见不到是像 所以菩萨 向明信见信 那没有慧言 怎么信呢 慧言就是 真实智慧 你才见到 诸法 摄像 得到慧言呢 你就不见众生 这个可以给我们 真正 真正 修学 求慧言的一个 验证 你还见到有众生 就说明 你没有得慧言 那慧言 现前怎么样呢 所有一切众生 统统是菩萨 你还看到有众生 没有看到菩萨 你没见到 如果你得 那佛言呢 你看一切众生 皆是佛 所以 你自己在哪个阶层 自己清楚啊 什么时候 跟释迦牟尼佛一样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恭喜你 你成佛了 你什么时候 看到一切众生 皆是菩萨 说明 你慧言开了 你见到真相 一切众生 真是菩萨 一切众生 都在行菩萨道 做善的 行菩萨道 做卧的 也行菩萨道 你没有看见了 慧言开了的人 像一个什么呢 像一个从六道里头超越了 超越回过头来看六道 六道是什么 是大舞台 这么多菩萨在表演 表演给谁看的 表演给我看的 他们都是演员 我现在变成观众了 你看 早上得上宝 早卧得卧宝 演的都比真啊 真有这回事 没有 一切伐 无所有 毕竟空 不可得 得到慧言之后 你就下得了 这个舞台上是表演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造相音不是真的 德相谷也不是真的 造卧也不是真的 地狱古堡也不是真的 真的是 真的就是一个像 一切法 皆如 才晓得这个菩萨 这么多菩萨了 演一场戏 帮助我开悟 帮助我成佛 这一切众生 都是我的恩人 这个 这一场 这个戏剧 谁能看得出来 所以他底下说了 说这一句好玩 你看 静灭夜异象 意象 意象 都没有了 你还有意象 还有意象 有意义是什么 分别 真正到不齐心 不动念 哪来的意义 一切法 有没有 幻有 妙有 为什么 一切法 了不可不得 这是真地 见到 诺法 诺法事象 学历 诺诺诺 诺是执着 足处 诺诺诺 对 诺诺诺 诺诺诺 诺诺 诺诺 没有了 也就是 我们讲得很粗 举个例子 控制的念头没有了 占有的念头没有了 心的真的清静了 一尘不染了 不受一切法 一切法在面前 不受是否决定不干扰你 不影响你 你不受影响 不受干扰 像看电影一样 荧幕上的画面 无论怎么复杂 你确实没有受到干扰 为什么它是假的 这一场演完了 荧幕上 一片白光 什么都没有了 这一片白光就好像什么 长级光献起来 最后献出了真相 真相是长级光 有慧眼的人 很厉害 屏幕上的色性正在上演 他已经看到长级光了 这 见性不着想 着想就不见性了 不但不受一切法了 智慧自内灭 一切法是外面的 能见的是自己的智慧 就是慧眼 慧眼也没有了 如果还有个慧眼 那就有病了 哪里的慧眼 内外双离 圆圆满满 其入一个境界 是长级光的心 长级光 就是自己 长级光 就是万物 自己跟万物 确确实实 一体 在这一体里头 分不出 哪是自己 分不出 哪是万物 万物跟自己 真的涌成一体 谁如交融 这是大约满 有四一经人 慧眼 未见何法呢 四一经人都问得好啊 慧眼 见什么法 大爷 若有所见 不明会 大得好啊 真是智慧 先前了 照见一切发空啊 照见一切发的真相啊 我们往下面看 慧眼 不仅有违法 不仅无违法 所以这 有违法 皆虚妄分别 无虚妄分别 是慧眼 无违法呢 空无所有 过注言道啊 事故慧眼啊 也不仅无违法 无违法跟有违法 是相对建立的 有违法没有了 哪来的无违法 我们要知道 这是如来的方便说法 真正的佛法是什么 没有言语 没有现象 那是真的 有言语 有现象 已经就不是真的了 怕你着想 怕你起心 懂你 只要不起心 不懂你 不分别 不知足 一起现成点 你全都得到了 四义间上这个话 说得好啊 不知足 不知了 不知情 都得费 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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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